女的羽毛球运动员 女的羽毛球运动员 只有我 即是很早第一个 你是第一个 刚才我们也说了 有很多有奖金赛 我真的很想伯伯 那时候你不停地去打 其实那些奖金 你每次拿了铜、银、金 其实大概有多少钱 那时候只有几千元 铜牌 即是你如果第三名 即是你打Grand Prix那些赛事 他就不是一个牌 即是他不是叫金银 他叫你头几名那些 譬如你头三名 那你第三名是可以有多少钱奖金 亚军有多少钱奖金 那是不是自己带的 自己带的 大部分都是自己带的 但是不过因为会 即是他都会 即是我早期的时候 其实政府的资助 都有限的 是 即是譬如我去欧洲的比赛 那时候如果我们 未能告诉他 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水平的话 政府只资助你五成而已 嗯 另外那五成呢 那你就 要是以前 就是坐下钱啊 嗯 即是都几艰苦的 即是很多时候 即是会可能又筹不够 那你又出一点 那这样 那需要不需要向别人借的 那不用 我们那些就不会向别人借钱的 那些打球那么差 那但是不过就 即是 要真是很自粟食 那我最记得呢 就 我们打一些 真是每个站每个站 打比赛 嗯 那譬如可能又要买便宜机票 是 有时候呢 就去到有些地方 那你又未必可以 吃到 即是这样出街吃 因为很贵的 譬如去欧洲那样 很贵的 去法国那样 十元碗饭 那现在就觉得好像很便宜 那样 球会也都给不到多少的补贴 你们呢 嗯 当时就 真的都不够的 即是没什么的 那所以变成就 你真的要 要计算了数 那自己出去比赛 嗯 那那 那挺好的 因为其实你不是带 米粉啊 带什么 即是继续来吃 即是自备些干粮啊 是啊 没错 带上烹饭去煮一下面啊 带上烹饭去煮一下面啊 只带个电饭煲的 带上电饭煲 对 带上电饭煲 因为如果我一去 我们去四个站 去欧洲四个站 那其实真的 有时候要 要 要吃点东西 下土 那电饭煲呢 就可以煮完所有东西 那还有呢 就一定叫人不要去执房的了 嗯 因为 因为你在一行里面呢 就是在那煮东西 是 那所以就 就是要 要自己照顾自己 那还有呢 最重要呢 就是说 你又要去 跟其他队要社交 因为队呢 有教练有其他 那你香港队很多时候呢 就是最初没钱的时候 你不能派那么多人出去 你不停留下什么 你去那这是 会儿 你什么时候 你去那天 你 你